龙小弟你知道吗 吴三桂让雪衣居室回京城 其实是为了舍居宝帅 朕早就知道了 所以震慑吴三桂无罪 又给了刑赏 就是为了将计就计 而且临走之前 他还让我去他的军营看了看 你说 他为什么要让我去他的军营看呢 他带你去 就是为了让你转告一阵 他的军队永不可等 而且我从颠都回京的路上 看到了好多怪事 这以前小的时候 我们村子里呢有一家铁匠铺 但是都是磨一些平时的农具 这次这么多的铁匠铺 如牛毛一般多 还是奴婢平生第一次看见 朕的探子也是这么汇报的 原来龙小弟早就有密探 那不知道有一件事情 皇帝的密探有没有告诉你呢 我第一次看到 居然有这么多匹的马 这些马比朝廷的如何 比朝廷的更加的精壮 彪悍 这些马都是吴三桂吃巨资 从藏民手里买的藏马 龙小弟的密探好厉害啊 这都知道 可是吴三桂买这么多匹藏马 是干什么呢 藏马体型彪悍 比朝廷用的穿马跑得快 而且高达 他集聚了这么多的战马 还有铁匠铺 难道他想造反 朕一旦下旨撤翻的话 他就会联合耿京中尚可喜 一起起兵造反 可他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呢 他不怕我回来向你禀报吗 他让你看到这些啊 是有意为之 他想借你的口转告一枕 忌惮他的实力 从而害怕 不敢下旨撤翻 那你怕吗 索图到了没 奴才在 那还不赶紧进来 皇上吉祥 朕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回皇上的话 奴才已经召集了五千多名铁匠 办了一千多家铁匠铺 同时开始打造兵器 马匹呢 马匹奴才派人到牧区收购丧马 还到蒙古地区收购 更加精壮彪悍的蒙古了 现在已经收购了两万多匹 估计两年以后 可以增加到五万匹 龙小弟 原来你跟吴三桂一样 早就暗中筹备了 朕和吴三桂都是心知肚明 只不过彼此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都在拖延时间吧 那你决定要撤翻了 当然 这个农创不出 那朕就永远是一只并猫 只有平了三番 收负台湾 朕这个天子才能腾出手来 用全力发展农商 打造一个太平盛世